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否都是下旅温泉的旅馆 其实我们金城旅温泉旅馆每天都转温泉旅馆 这么好 高山有住温泉旅馆 在郡上八番也有住 而下旅当然有住 我想每个温泉乡都有自己的特别 你问我下旅和高山是最容易去的 明白 我看看第九号号 这个是哪里 你给了一些食材上我的 始终你是饮食节目 我会说一些在温泉旅馆吃的东西 这个是哪里的温泉旅馆 这个是郡上八番那边 郡上八番已经转了地方 但我留意到温泉旅馆 大家一定会吃会籍料理 是的 一行 大家有一个很厉害的套 不断上菜 没有吃料理那么严肃 又轻松一点的 就是会籍料理 还有在旗浮院 我看到有些共通点 温泉旅馆的共通点 就是大家一定看到 这个樸叶的味增 还有飞堂牛 飞堂牛一定出现 我看下一张照片 老师尚出现的飞堂牛 大家都很喜欢飞堂牛 是的 因为真的很吃 其实和牛 我觉得没有一种和牛 我叫难吃的 只是差在细味的分别 我想真的很少 这么会吃完你 你分分到我真的分不到 我有一年工作上 某饮食的男与女雜誌 推了我去日本那时做本书 就要我不断试近江牛 和这个草板牛 我也分到一点 因为近江牛的味道 对我来说 是很尊重的 反而松板牛我吃得不太多 近江牛吃也吃 另外神换牛也分得到 但接着那些开始有些模糊 去到米宅 吃了米宅牛 都觉得惊为天人 米宅牛 还有什么叫石换牛 石换牛 石换牛 很漂亮 我吃最高的那只 那不同东西说 最好吃就是每东西都说 很漂亮 但飞堂牛我吃过 但我印象里面 我不太记得 因为我给它很多其他牛的记忆 我感觉上它油花不太多 因为经过天天吃的经验 很坏的感觉 天天吃的经验 我发现它不是油花多的牛 但味道浓 味道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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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完之后夹面包很棒 我很喜欢夹在热感包吃 我想是因为这样 你放在寿司上面 味道就会出一点 是的 有点点粉质 蘸一蘸油 味道会很棒 是的 接着下一张照片 这个就是薄叶的味噌 是的 我发现老时常出现 早上出现 夜晚又出现 即薄叶上面有些味噌醬 然后再加些什么料 通常都是蔬菜类的东西 蔬菜类的东西 有蔬菜类的东西 其实很多鱼也有出现 即是点来吃 是的 你喜不喜欢 我可以 我又买回来 但其他医院也比较少些薄叶味噌 是的 我印象里面 好像我在山上的旅馆 多数都有 明白 再看一张照片 就是你买的那个味噌 是的 那份薄叶怎么办 其实薄叶真的很难买 哈哈 他们不能搭配你给你买吗 这个其实是他们自己做的 这间酒店做的 是的 也有些旅馆 他真的连薄叶买的 是的 了解 那你看你就想怎样 有些人可能觉得 这个用来只是煮 即是煮汤 会OK的 那会买这个 但是你说要吃那样东西 麻烦你买一块薄叶 如果你有那个小小的炉 平底炉仔 那有块薄叶免住 那些味噌的味道出到 感觉又回来 是的 但问题首先你家里的通风也很好 你住一个窗台吃 可以不可以 如果你有个露台 就容易搅拌 是的 或者窗台 是的 不过就特别的 因为那个薄叶真的烧起来 真的有些香味 是的 那样东西 你拿回家 你吃到味道真的开心 是的 但薄叶你始終都只可以怀念 哈哈 不如你吃了那么多餐 原来都只有三块 包装了 是吗 是 不过用完即器 所以算了 争扎不要理他了 回去吃吧 回去吃吧 那下一张照片 你拍得很神奇的 是 这个是什么 这个呢 因为我们发现了 其实逢是秋天 我想日本餐很讲究殊 即是时令 四季 是的 那我们就发现了 其实他用的食材 其实也很秋天 是 那是南瓜 是 你猜不到 南瓜叼了花 是的 那真的是季节奏的东西 很季节奏 而且 会食料理真的做得很美 是 大家觉得坏石就像一幅画 是的 其实温泉旅馆的食物 可能我们去的地方也好一点 因为我看比如说 我们自己家花斯拉去的那些 有时会食料理真的很落魄 但是我们去的那些 可能我们去旅行 所以我们都会选一些 合理水准一点的 不像日本人 可能他们随便浸一浸 温泉都可以了 所以有时吃的东西就单薄一点 都会 所以我们都没有机会 还有晚餐也真是很 做到很大 有时太多了 是的 吃完之后就饱了 是的 好了 接着我们看下的file 就是高山老街加公村祖市 是什么来的呢 我想去到高山老街 大家 因为说去高山市 大家一定会去那里老街 拍照出来漂亮 而是那里的股民家 它保持得很好 那公村超市 其实就在它穿过那条老街的后面 还有超市它说明是morning market 是 它就早上放了一些很家常的东西 蔬菜 叶的东西 咖啡 都有的 那里我们就在那里买水果 哦 我想问一下 每天都开 还是不是 某些日子才开 看先 我记得好像每天都开 哦 那也OK 是的 因为那里真的很游客 有早天江街 招市的感觉 是的 但是能买东西 当口多不多 当口 如果你计流动当 那些 不是 那些叫逢的当 其实是十几个 十几个 但是如果样东西都实际 那就可以了 而且样东西都是本地的食材 或是本地的手工 那你觉得OK 我看到都买三果 有一档咖啡 是的 那档咖啡就声称 是有个饼干 整个杯 但是因为有太多人 那我们又没有时间 等 即是说怎么样 冲个杯咖啡 那个杯就是一个饼干 是的 所以喝完之后 都可以 OK 但有没有人拍到 我有当地朋友说一半 他觉得 即是他觉得 咖啡味一般 还是饼干一般 咖啡味一般 那就没什么 但他没有买点 他只是那样东西有建议 但那个建议 真的可以大家拿来抄 是的 但去那条街 其实因为有水果 因为我们的时间关系 我们就在那里买水果 其实也合理 因为日本的水果真的没得抄 没得输 搞到我现在吃苹果 只吃青芯苹果 没什么 现在香港的青芯苹果 我多了入口 还有会有不同的品种 而且亲眼看到的 可能现在日本超市的生意 都差一点 即那间连锁D字头 所以青芯苹果的价钱跌了 而且每一代由8个变10个 这排 因为真的太多 对 可能这排是盛产 因为苹果季节 所以在这个时间 在香港吃青芯苹果 一点都不贵 是的 我们又买了一些金 我看一下照片 买了乙肝 买了乙肝 刚才说乙肝 这个不是生果 这个不是生果 因为我们当地的翻译 它是住在其佛 它会告诉我们 哪些值得吃 哪些不值得吃 这个其实 大家看到 它好像一个蜜蜜 很搅拌的蜜蜜 其实它是蛋製的 咬下去就少少甜 它有加面粉 是的 它好像 我应该形容 好像我们西多士的質感 哦 那样也相似 是的 西多士的質感 甜甜的 一口就够了 它可以读过买的 它好像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但又好像很纯粹的美味 是的 我记得好像几百多日元一个 这件事有心机弄 这个是一口吃完 你会很开心 这个就是当地导游推荐 是的 那下一张照片 也是那些产物 这个是什么 这个叫花枝菜 菜 我以为是干的 它其实是干 是的 那个老板 他还很有趣 怕大家不会煮 他有一张纸给大家 说明给大家 你要怎么煮 就要这样 我喜欢这样 是的 他会说到这个你要泡水 然后让它胀了 然后让它炒 我喜欢这样 加一点辣 这样就很好吃 因为它当菜香 它有些时事 我吃完就很好吃 我在日本也看到很多手信 叫什么 物产店 封土物产店 有些干货 它真的有些 徒民并茂的说明书 教你怎么煮 可能有些 因为日本人 其实不是每个人都去过不同院 对于一些日本人来说 这些都是一些优惠的东西 对于我们外国人来说 更加好 如果有些说明书 因为我们真的不知道 再看下一张照片 未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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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在山上 真是一个很常见的物产 是 这间是特别多的 很大盒 但很便宜 是的 2公斤756日圆 即是30多元 是的 30多40元一包 2公斤 我特别喜欢柚子 是不是黄色的那个 是的 黄色的那个 我没有在这里买 我另外买了 因为我不知道原来这里有一个店 我之前是一间酒店的地产店 刚才看到那间 那间贵很多 是的 但这间都是本地做的 是的 其实这条街大部份的店都自己做 还有 我想一会有一张照片回到古街 是的 在古街那里 其实也有一些地酒的店 有一些卖味增的店 因为那些店以前一直都在 明白 是的 所以也是承传下来的 是的 我记得那个味增的店 好笑 翻译姐姐叫我们进去 他说 里面有免费面糞湯 可以暖身的 走出看下进场 那个就是免费面糞湯 对吗 是 大家可以随便喝 但是它只有一种味道 是的 其实它也是给大家试一下 大家觉得喜欢便买 试吃 但那个试吃位便免费到 大家随便进去自己来 很开心 因为你那时候如果天气凍了 那么多 我想现在是很帮到手 真的要喝一下 是的 再看看下一张照片 是什么 哦 这个就是大家说吃它的飞陀牛 哦 飞陀牛 如果你在旅馆里面吃 一定是自己烧 热的辣 但如果你在公村 这个招市交換 你就可能要排队 其实 unknown人吧 在古街那边有 在招市那边也有 所以 minimum用得吃的 我们就可以找到招市 对 好的 就吃了 都是数百瑶亿 但是因为它大规模製作 给我们的时候会有点急 了解,因为天气本身也冷了 但没办法,几百日圆的东西就不是在店铺吃 如果没有记错,这个是500日圆以下的 明白,那就可以了,试一下 接着我们再看下一个组件 食物模型制作馆 这个就放不下口 这个明明放不下口,为什么都会介绍 第12个组件 我想大家去日本餐厅 没得看菜单的时候,一定是看门口 这个是伟大法命 这件事从来你都只是见过 从来都没人想过,到底是怎样做出来 我们看那些纪录片 而且这些模型在大阪那条道具街有得卖 都很滋滋,但没有亲眼见过 对了,我们看到这个行程都摆了头 是什么来的呢 去到的时候,其实是去一间 叫做岩崎的模型制作工厂 大家想模型制作工厂就是砌玩具 砌那些一粒粒玩具 最初他没有说食物道具 他没有说明的 其实是很难的 如果是之前做一些研究 都会知道的 他们特意在名字上隐瞒一些事情 让你去到有些惊讶 对了 去到的时候,原来是他们讲讲解的时候 才知道全国有六成的餐厅 都找他们去制作模型 原来他是一个食物工厂 只是吃不到的食物工厂 是始祖 我看看下张照片 在你面前示范 不是的,他有一个体验活动 可以自己制作吗?这一部分 这个很有趣 我都想去玩 这个大家看完 看的菜好像很难制作 他会逐一部分教你如何制作 原来是用它的胶 在水中拌一下拌一下拌一下 那个水是暖水 动一下 动一下又养一下 就变了现在眼前的样子 好像生菜 生菜的皮 然后他又教你如何扭 再看下张照片 扭了一个生菜包 这个就是阿鲁斯 扭完之后 你又要再扭一下怎么扭 然后一切开 就已经是这样 所以这些都是工多艺术 再看下一张照片 这个真的是大规模制作 这些甜品 它里面其实是有一间商店 它这些小甜品 原来打开是有另一样东西 它应该这样说 它会帮一些餐厅 提供一些菜单的菜 另外有一些它做出来 好像小礼物 你可以送给人 打开蛋糕突然跳个公仔出来 挺好玩 挺有趣的 还有另外一边的那些是磁石 冰箱磁石 但今天以前很喜欢买这些东西 我有朋友是专售这些东西 可能这个適合他 它整个冰箱都是食物的磁石 一定要收集不同的食物 所以看上去有齐不同国家的食物 挺好的 摆满了 挺有趣的 那里面其实它也有一些大型的模型 我记得它有个蛋糕 对 有个 总之有一些很大座的东西 然后下一张照片 就是一个 你特别推荐了一个模型 这个 是什么来的呢 先 是古董东西 因为我们刚才讲开 它本身是一间制作工厂 他就讲这个工厂是怎样起家 它也是战后才起家 所以它第一个做的食物就是这样 这个薯蓉加牛扒 是的 再有番茄和一条意粉 是的 我想以前在一些餐厅 那些人想象不到食物 例如羊食 我想是 二次大战之后 很多人第一次吃西餐 应该是 他想象不到 他就想到 用一个这样的表演出去 给人知道 那所有餐厅 就不用说话了 一看就明白了 即是你每次问个视影 那个视影都答不了你这么多 就是了 所以有时候 又说自由行来香港 这些食物都不明白 不如整些模型出来 一人拍照 那就明白了 其实我也觉得 这个先生 他很聪明 他想到这个方法出来 又只有看图 他无形 就能懂食物 当然 他在视觉上 和工艺上 亦都有一些探究 所以才达到这个 真的很伟大 这一百更多精彩的节目等待着大家 出本重温声音客栽服务 年费一千元 请职订购支持